來自台北的詹姓一家四口呢 原本是前往苗栗南莊一處民宿要來露營 只是疑似是因為不熟路況喔 當時車開到一半呢 竟然是連人帶車就墜落50公尺深的邊坡 一家人一度受困車內 消防人員垂降50公尺邊坡 終於來到翻覆了休旅車旁邊 跟詹姓男子一家四口接觸 還有繩子嗎 沒有了 我覺得這條繩子你們要怎麼用 有繩子 我們穿 我們穿 傷勢最重的詹媽媽 從車內救出後固定在單架上 用滑輪跟繩索開始往路面拉 女傷者疑似有氣血胸以及大腿骨折 幸好送往醫院後沒有生命之憂 她的丈夫還有兒子女兒傷勢較輕 由警銷人員協助攀上邊坡 還有一名年約60歲女性患者 大概就是疑似氣血胸 然後大腿骨折 然後立即給予SKD打包 將其拖拉至產業道路上面 這起翻落邊坡意外發生在十三日 來自臺北的詹姓男子一家 跟小舅子一家約好前往苗栗南莊一家民宿露營 但小舅子一家等不到姐夫 打電話給姐夫才知道原來他們墜落邊坡了 還好墜落的邊坡手機還有訊號 詹姓男子一家自行報案 讓消防隊及時救援將傷害降到最低 記者彭黃許苗栗報導 進來 好了 好 niño 在憲村